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我叫阿凡,是你们的电脑播讲完。 今天,我会承接上一集的内容,继续为大家介绍李香琴女士的生平。 2008年1月,他曾在拍摄剧集《盛世人杰》,及2月拍摄剧集《唐心风暴之家好月圆时》。 其中的一句对白,不用怕,阿妈在大厅,成为经典对白,李香琴凭该剧,在2008年万千声辉颁奖典礼中,获得提名,最佳女配角,并进入最后五强。 其后在明报周刊演艺动力大奖2008中,获得最突出TVB女艺员奖,2011年,于2011年万千声辉颁奖典礼。 获得万千光辉演艺人大奖,纵横演艺圈数十载,演技备受肯定,深受后辈及观众喜爱。 后来,李香琴因幻想脑退化症,而停止拍剧。 虽然李香琴在2012年后,再没有参与拍摄TVB节目,或电视剧,但根据TVB官方网页,他仍然是TVB的艺人,直至逝世为止。 李香琴的逝世,2021年1月4日,李香琴在家中进食时,突然昏倒,家人及看户立即把他送往伊丽莎白医院,但抵达医院时,经已离世,享受88岁。 李香琴女儿肖子君,向亲友通知死讯,肖息指,李香琴在2020年12月。 身体状况开始急速恶化和脑退化,家人已作好心理准备。 2021年1月25日,李香琴之桑礼于红磡世界殡仪馆彻灵,翌日出殡。 灵灸而奉柴湾歌连神角火葬墙火化,为李视乎灵的人士包括, 王八明、罗家英、阳兆辉、李龙、苗乔伟、高志森、五永熙及盧世昌等人。 李香琴的演出作品,电影方面,1950年代,1956年曾演出。 1. 黄飞鸿大闹花灯,式演谷香。 2. 黄飞鸿三戏女标诗,1957年演出有。 1. 龙虎道姜公,式黄飞。 3. 拿渣闹东海,式石基娘娘。 3. 插错美人头,式脆肉。 4. 拿渣大闹天公,式石基娘娘。 5. 涉平贵与黄宝,式戴箭公主。 6. 妙善公主,式二公主。 1958年演出有。 1. 花债藏玄环,式秋霞。 2. 射雕英雄传,式李平。 3. 苏小妹三难新郎,式秋贫。 4. 黄飞鸿大破金钟罩。 5. 宝莲灯三闹,式假灵芝。 6. 黄飞鸿西关抢新娘,式陈家珍。 7. 云花摇台夜合花,式长联皇后。 好,李香琴女士的生平,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 在下一集,我们会继续介绍李香琴女士的生平,请大家继续收看。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和分享这条片啦。 拜拜!